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总和谈 您有车吗 有车就需要买车子的保险 您健康吗 其实在加州每一个人都需要买加州全保 在今天的天下总和谈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欣保险的健康保险顾问 就是安娜高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这个加州全保 对您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安娜您好 夏丽您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大家都知道要买保险买保险 到底应该怎么买呢 对那其实针对于 如果你现在没有公司保险 不是有一个个人的保险 或者我要给我家庭买保险 一年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开放投保的 那这个时间是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截止日期到这个月 1月31号就结束了 那这个是欧巴马上台之后 他所提供的欧巴马care的一个法律 每年的只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才可以买保险 如果像今年超过了1月31号 我有钱 我就付钱 对不起保险公司不卖你保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不是那如果我今天有钱 就像您说 可是我超过1月31号 我没有办法去买到保险 那怎么办 我就是无保人吗 就是无保人 2020年还有罚款 所以就是很麻烦 那真的是 如果你在过去的一年 去年年底 还没有来得及 购买健康保险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到1月31号之前 你才可以有这个 你可以有能力 才可以去买健康保险 或者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健康保险 我想换一个等级 我想换一个计划 这个月是最后一个月 才可以做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月要好好把握 过去时间 对不对 你刚刚有说 如果这个月没有买保险 不但是无保人 而且还要被罚款 对 跟我们解释一下 罚款这听得好 很怕 对 罚款又回归了 在2019年 去年呢 如果没有买健康保险 其实川普政府 已经把这个罚款金额 降低为零 也就是 没有买保险 That's OK 反正你就自己 就是自己承担风险 不会有任何罚款 上面的问题 但是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加州政府 自己又拟定了一些法 条例出来 也就是2020年 如果你不买健康保险 罚款又回归了 那罚款的金额呢 会是你全家年收入的 2.5% 或者是695块钱一个人 哪一个多罚哪一个 那这一部分呢 会体现在你在2021年 报2020年税的时候 加州的税里面 所以说有的时候 有些朋友说 没有啊 我的朋友没有在被罚 对啊 也许你的朋友住在Texas 或者住在Vegas 他们不是在加州 报地方税 就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呢 你要报加州地方税 你就一定要遵守 加州的法律了 对 尤其是在2021年 在报2020年的税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罚款就来了 那时候已经为时一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 1月31号以前 一定要投保加州全保 是的 还有其他的问题 很多人一定会来问你说 那这样子好像我听说 这次如果保加州全保 是有补助的是吗 对 那今年呢 对于2020年度来讲 加州政府有扩大了 补助的范围 那么以前呢 可能买保险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 收入差不多4万多一点 两个人7万多 就没有什么补助了 那今年开始 加州对于中产阶级的 家庭的补助也会有扩大 那扩大的范围到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两口之家 你的收入在10万块钱以内 四口之家收入在15万以内 都多多少少可以拿到政府补助 而且呢 这一份补助呢 在北加州 补助的幅度会更大 那我们南加州 其实也有看到补助 所以呢 其实相对来讲 2020年度呢 是和以往这些年来比 保费的涨幅最低的 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我们家庭的是有保费下降 甚至一块钱一个人 一个月的保费 我们都有帮很多客人 来做到这样子的效果 对 OK 所以其实我记得好几年之前 它其实保费一直在 就是涨涨涨涨 对 我们都好担心 又要保险 然后我的口袋又没那么选 然后要付出更多 是的 这一次不错了 虽然是如果我没有被 如果没有保险会被罚钱 可是如果我今天保险的话 就有可能会领到补助 是 那我举例好了 你决定说 还是罚款吧 前几年可能都是罚习惯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好了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一个人收入7万 一个人收入8万 两个人加在一起 15万的年收入 那如果夫妻都不买健康保险 每一个人会罚年收入的 2.5% 两个人翻倍 5% 对 那你15万的年收入 乘以5%的罚款 一年是7500块钱 哇 那你的保险费 一年也不用付到7500块啊 对 保险费 我们看到6500块钱 就能买得到 所以是说 其实你罚款 并不是那么的划算 其实有一个健康保险 我们虽然说 你这个健康保险好烂哦 有的时候会这样讲 有的时候会觉得 对 但是也就是像那一个 金钟罩铁布衫 是 小病小灾 我认了 我自己付 万一万一 我们敲木头讲 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保险公司是理赔 没有上线的 至少你就可以 对你自己的家庭的财产 家庭的资产 做一个稳固 不会因为一场病 造成了倾家党产 对对对 倾家党 我觉得这个例子 真的比比皆是 真的 很多人会说 我真的上网 因为现在很多加州全保 都是要上网去投保的 我英文又不好 打电话又打不通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保 我知道要保险啊 就像你说 小病小灾的话 还是要有人可以保到 我到底要去 哪里买这个保险 当然了 就是找华兴保险了 或者是说 你身边认证健康保险 那像我们呢 是有全加州 加州全保认证的 我们有最多的健保专员 那也方便您 在我们的这个 南加州的location呢 也有很多像 尔湾啊 圣盖博啊 喜瑞都啊 钻石 巴哈钢 我们都有办公室 都有讲中文的专员 那我们也会有 这个健保手册 可以提供给您 那对于 不管你是 在这边的老移民 来这边已经生活了很久了 或者是说 我新移民 我刚刚 各种各样的身份 进入美国 已经调整好身份 甚至我现在 正在为我的身份 进行打拼 我现在正在申请 我的social 我正在申请 我的绿卡 不管你现在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会有方案 可以提供给您 不管你现在是老移民 那我现在是新移民 可能是说 白卡方面呢 我们暂时先不要去碰 那包括说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样 正式的工作的身份 可以买保险吗 只要65岁以下 这个月底之前 都能买得到保险 那保险公司呢 很多保险公司 不会去查 你的身体的病 对身体的病史 包括你的移民的身份 其实也都不会去查的 你只要打电话 来问一下我们 看看对于 你现在的情况 怎么样来买健康保险 所以不要太担心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身份的问题 想到那我就 不要买保险好了 刚刚你提到 没有绿卡也不一定有关系 先打电话到华庭保险 问一下对不对 那65岁以上 对不对 如果他现在是拿白卡 那这样子还可以 再继续买加州全保吗 不行了 加州全保呢 是针对65岁以下的民众 65岁以上呢 就是红蓝卡系统 但是红蓝卡呢 在12月7号的时候 已经停止了这个 开放投保了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红蓝卡的用户呢 也就是看一下 我现在的用药科方面 是不是还是正常 那真的已经没有太大办法 就等到接下来 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 用得不太方便的地方 才可以再做调整 加州全保其实它有分好多好多 不同的科系类别 好像要选大学 一样这么难选 有的是说 我应该要选HMO啦 有的是要选PBO啦 有的人又来说 Anna Anna 我公司就有保险了 那我需要个人保吗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 好不好 好 我们先从HMO跟PBO 这个要怎么选 好 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2020年 健康保险有一个很大的趋势 HMO的保险越来越便宜 PBO的保险越来越贵 真的 对 为什么呢 当然PBO是有它的好的地方 看医生很自由 很方便 我可以直接约专科医生 我去约到很 有名的一些医生 医院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导致它保费会相应的变高 HMO呢 其实是把你锁在了 一个医疗网里面 那其实在像我们这个南加州 华人地区呢 有一些医疗网 其实也还是做得蛮不错的 那包括像我们老中的一些 嘉连太平医疗网啦 甚至像Kaiser啦 都是HMO的系统 各有各的好处 当然啦 我们也会根据 你家庭不同的情况 我们也会有 高端精品医疗保险 是 还有经济适用性医疗保险 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呢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计划 可以present给您 让自己来看一下 我到底该做一个 怎么样的选择 当然 经由你们专业的推荐 也会对我们这些 不知道该从何选举的人来说 有一个更好的建议 公司呢 我现在上班 公司说 我现在公司有保 有保加州全保 我可以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公司的这个健保 很烂哦 我要自己保 这样可以吗 一旦公司有offer 给你健康保险 你可以买个人保险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拿 一份钱的政府补助 所以是说呢 这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客人 在问过之后发现 算了吧 还是留在公司的保险里面 因为说实话 如果是个人保险 没有政府补助的时候 计划的这个保费 还是蛮贵的 而且对于团保来讲 接受的医生 会相对多一些 所以可以跟你的经理啦 人事部门经理聊一聊 因为人事部门 就是要帮助你 所有的人事方面嘛 健康保险 其实是公司的 另外一个大开销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 跟公司搞好关系的话 人事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要搞好关系 对 那当然了 如果你的公司呢 有这一方面的需求 比如说我的员工 在complain啊 或者我员工 想要一些怎么样 或者是说 我的公司怎么样 想从团保上面 节省一些保费 滑行保险也有在做 并不是说 我们只做一个个人保险 我们的团保呢 其实团保的这个团队 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您可以来咨询一下 看看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既可以帮助雇主省钱 我又可以让员工 拿到更好的福利 其实我们这一边 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滑行保险呢 是因为有不同的department 每一个department 都是会有非常非常专业的团队 在为您服务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一通电话过来 不管你是个人保险 还是团保 我们都可以来为您服务的 那你的电话呢 626-333-1111 今天非常谢谢安娜 来到天下纵横谈 今年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一年之据在渔春 您的健康 其实就掌握在你的手上 到底要买什么样的健康保险 对您或您的家人 才是最有利的呢 不要忘了 打电话去滑行保险 或是请你的公司 也打电话去滑行保险 问问看 其实什么样的保险 对您或您的公司 甚至是您的家人 最有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